你好 我是谭心套 欢迎收看KinneyTV快报 纳吉今天入柄SRC案的最终上诉申请 他提出94个理由 申诉高庭和上诉庭在审理时犯下的事实和法律错误 导致他没有获得公平的审讯 根据纳吉律师团入柄的上诉文件 纳吉提出了94个理由 批评吉隆坡高庭和上诉庭在审理时 以本身想法和意向来审判 无视他的律师团所提出的证据 纳吉也说法庭死前无法分辨哪些是合理推论 哪些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揣测 猜疑和传闻而得出的猜想 而且高庭错误认定某些文件是真实的而接纳他们 之后上诉庭也跟着接受高庭的错误判断 纳吉也申诉控方否决了他在联邦宪法下的权利 导致他没有获得公平公正的审讯 2020年7月28号 吉隆坡高庭宣判纳吉SRC案件七项罪名全部成立 监禁12年及罚款2亿1000万令吉 纳吉随后提出上诉 但上诉庭在去年12月8号驳回上诉 维持高庭裁决和刑罚 但刑罚暂缓执行 已让纳吉将案件带上联邦法院 一次伊斯兰党内部的情报文件 早前曝光之后引起政坛揣测 国门要连同孤同领袖西山墨丁 要司法机构尽快地让纳吉以及阿末扎西入狱 阿末扎西随后通过律师报警并要求彻查 吉隆坡总警长阿兹敏卡辛今天向当今大马证实 警方已经开档调查 并且将传照文件里面点名的所有政治人物来给口供 接着要关注的是沈可廷文行脚车死亡车祸案 上诉庭上个星期允许沈可廷提出上诉之后 今天责定5月11号进行案件管理 沈可廷的代表律师告诉当今大马 根据法庭系统上诉庭将通过视讯主持案件管理 所谓的案件管理不是聆讯或者审讯 而是当事方协调交换文件等方面的工作 以及设定何时以及如何在法庭审讯当中辩驳等的司法程序 5月11号案件管理的结果将会协助加速沈可廷上诉的完整庭审 交通部宣布即日起特定的微型交通工具禁止在公路行驶 否则将会被罚款最高3000令吉 东方日报报道魏家祥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这些微型交通工具包括了轻便摩托特定的微型机动车 例如电动滑板车,引擎滑板车,人力滑板车以及行动辅助工具 以便随时迎战全国大审 他也指示党内各级领袖以及基层党员要在今年8月之前做好迎战的准备 他前晚在世贸业演讲时重申西蒙要求伊斯麦沙比里 在解散国会之前设立反跳槽法 是因为行动党了解到人民非常的厌恶跳槽文化 因此希望要通过设立反跳槽法来恢复人民对于民主选举的信心 下个月哈利拉雅过后就要提承到国会就改我们的建法 把这个反跳槽法令立法 确保在来接大选之前我们在国会通过这个法令 确保在这些大选任何一个议员如果跳槽的话 必须要进行逐选给选民一个保障 不能够有对月车的起来跟政变 不能够我们所有政府无端端给人家 想做我们的州政府或者我们的中央政治 吉隆坡昨天下午发生闪电水灾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莹抨击 联邦直较区部和环境与水务部办事不利 导致首都在四个月内发生两次水灾 而且情况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林丽发文告抨击 政府多年来花费数十亿令吉 用于防洪计划挖身河床 新建精灵隧道等等 却依然无法有效防止水灾 造成人民损失数百万令吉 他要求联邦直辖区部部长沙西弹 和环境级水务部部长端一布拉辛 向人民交代 为何防洪措施完成之后 依然无法有效防止洪水来袭 林丽表示 每次连续下半小时的大雨 吉隆坡市区肯定不能幸免于大洪水 导致汽车浸泡在水中 人民必须花钱维修 住家也遭洪水侵蚀 必须清理房屋 他认为下大雨并不是环境灾难 但是一场倾盆大雨所引发的大水灾 对吉隆坡人来说 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林丽也说 吉隆坡号称为世界级大都市 需要的是可持续性发展 而不仅仅是更多的公寓 摩登大楼和购物中心等等 他担忧这些发展项目有增无减的话 只是会让情况持续恶化 最终要承担后果的人 就是所有居住在吉隆坡市的人 化妆品商人阿里夫·苏克里 最近推出的开斋节音乐影片 引起了争议 部分网民批评影片当中的 男舞蹈员穿着以及举止不当 现在政府更是援引通讯 以及多媒体法令展开调查 阿里夫·苏克里 已经为这一起风波公开道歉 并且希望外界 不要把他的家人牵扯当中 阿里夫·苏克里最近发布 名为可罗普拉雅的新音乐影片 一群化着浓妆 而且举止阴柔的男舞蹈员 搔手弄姿 为阿里夫伴舞 但是有网民批评 影片有为伊斯兰教义 更不适合在战线月期间播放 而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伊德里斯·阿默 也要求阿里夫·苏克里删除影片 马新社报道 通讯部部长阿努亚穆莎 昨天批评 这支音乐影片违反了大马国情 也引起投诉者的担忧 他透露 通讯委员会已经传召 相关人士协助调查 而通讯部接获大量投诉 包括来自首相署部门 和伊斯兰发展局 亚洲反对死刑网络 昨晚在巴塔林在野举办集会 获得大约40人响应 而根据面子书直播 新加坡方林公园的现场 也可以看到集会者的身影 纳根今年33岁 被诊断有智力障碍 他在2009年因为走私 42.72克海洛烟到新加坡 而在隔年被判罪名成立和死刑 多名集会者受访时 都对纳根的遭遇深表同情 我希望所有这些残酷的残酷 所有的因素和语言 在此事前做出一个判断的判断 非常感谢您收看天内TV快报 我是谭心涛 我们再会